大家好,歡迎觀看居家101,我是阿杜 我們之前介紹過小米的ROBROCK S5 不過如果觀眾仔細一點,應該可以發現我這台其實是S550 S550跟S550有什麼不同呢? 答案是,它們一模一樣 50代表它是白的 如果是S555,那就是黑的 如果數字有三維幅或四維幅,那也只是賣的地區有差別 只要最前面的數字一樣,就是一樣的 這機器人的性能非常好,我用了兩年左右 這還是第一次出現清理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且解決方法也並不困難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機器人很智能 如果是邊刷、垃圾箱或感應器出問題 它通常會直接告訴你是哪個部件出了問題 可能是卡住或是太多灰塵 不過我這次的問題比較難搞 它先開始在原地打轉 然後開始出現報告有內部錯誤 這情況是在某一次拖地時機器人卡住 水上的水把機器人的輪子打濕了 可能是輪子短路了 不過我們一步一步來 首先我們先清理內部錯誤 看看能不能將故障輕服 這種情況就是把機器人恢復到出場設置 我們用工具按下網路信號旁邊的重置按鈕 記住,必須要在放開重置按鈕前 長按回去充電的開關 這樣它就會還原到出場設置 我一開始是先放開重置按鈕 之後才按回去充電的開關 結果一直重置失敗 重置大概需要五分鐘 我們再來試試看 結果還是有一樣的問題 我查了一下網上 這問題有可能是靠把機器人像橡皮擦一樣在地上挪動來解決 我嘗試了一下 可以感覺左邊輪子的確有異常的阻力 在嘗試這個方案後 機器人的確恢復了正常 不過並沒有持續很久 不到一天又出現了一樣的問題 我大概只有80%的信心說應該是輪子短路了 但是這輪子的部件有點貴 在Amazon一對要75美金 我在AliExpress買單輪要25美金 一對要快50美金,也不便宜 所以我決定嘗試一下 把我另一台小米E-Series的輪子換過來 看看能不能用 我們之前在做清理飾品時就拆下過這個底盤 我們這邊對E-Series再做一次 拆下之後 這兩個輪子其實就已經完全錄在外面了 只是依靠幾個比較小的螺丁固定組 總共有三個 他們在比較深的地方 把他們下下來後 輪子就可以拿出來了 我們也把S5的輪子用一樣的方法拿出來 然後我們將E-Series的輪子裝進去 然後把羅丁固定住 底盤裝回去 在測試之前 再重置一次系統 我們來試試看 問題解決啦 所以只要型號不要差太多 這輪子基本上是通用的 現在確定是輪子的問題 我就從AliExpress買一個單獨的輪子 這樣就只需要25美金左右 這邊順便一提 在這次更換前 我嘗試了一下用E-Series代替S5的工作 結果不太行 他們兩個的差別主要是上面的雷射感應器 沒有這個的話卡住的機率會變高 而且電池的效能也有很明顯的差別 對的確是一分錢一分貨 現在新型的機器人 有的可以自己倒垃圾 有的可以自己洗抹布 不過通常沒有辦法同時吸力又拖地 而且價錢又很貴 所以我目前覺得性價比最好的 還是Robot Rock S5 我們頻道的初衷是想要以最低的消費 來達到最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通常會介紹這種 好用的二線產品 因為性價比比較高 而不會是去追最新的產品 因為他們都偏貴 而且需要一些時間的考驗 才能確定好不好用 這樣我們就完成啦 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 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建議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非常感謝謝謝收看